N点365 365天 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 神的恩典里面 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 当然 神可能在物质 在工作 在财务上 给你有很多的祝福 我奉主的名 祝福你 你能够得到这些赐福 可是我觉得更宝贵的 恐怕不是这些物质的东西 而是美好的关系 家人的关系 夫妻的关系 亲子的关系 兄弟姊妹的关系 不要为了一点钱财 却失去了 因为很多人拼命赚钱 结果夫妻关系 弄得一塌糊涂 他所有的心思 都在事业赚钱上面 结果亲子中间有很大的私利 有很大的鸿沟 甚至兄弟姊妹们一起 最好的朋友们一起开创事业 但是为了钱弄到最后翻脸 兄弟戏墙 什么才是更重要的呢 我在预备这一集的时候 心中有一些感动 我想为你祷告 我不知道你正在面对一些 什么重要的抉择 但是我求神帮助你 看到更大的价值是什么 抓住一些可以用完的财物 钱财 或者是那个钱都买不来 美好生命的关系 主啊我特别为现在 正正在十字路口 在两难之间 又想抓住这些 又不想放掉那些 主啊我求你给他们 一个对的价值观 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 什么是值得抓在手中的 什么是值得付代价 去争取的 主我求你自己施恩 帮助我们做一个 不后悔的决定 这是我们的祷告 奉主的名求 阿们 我要祝福你 在上帝的恩典当中 做一个不后悔的决定 雅各也在面对 他人生当中很大的冲击 一方面 一方面 他就是想要抓 他名字就叫做抓 他不断地抓抓抓 他也抓到了很多的财物 那些东西是他想要的 可是另外一方面 我不相信夜深人静 他不会觉得说 我怎么老是把我跟人际关系 搞得一塌糊涂 我跟我哥是双胞胎 我们从小同一天出生 来到这个世上 不断地在那里争斗 争斗争斗 争斗的结果 我失去了哥哥 而且他哥哥说要杀他 争斗的结果 我失去了那个最爱我的妈妈 我只好到外面去流亡 争斗的结果 我跟那个曾经收留我 对我有恩的岳父闹翻了 争斗的结果 我跟我的 我跟我的舅舅 我跟我的妻子的兄弟姊妹 我的表兄们 他把所有的关系都弄坏了 但是在这个时候 到底他应该怎么继续往前走呢 两难之间 他应该继续怎么样往前走呢 在今天要跟你分享的 这一节经文里面 我只想跟你分享一句话 就是耶和华对亚各说 神说话 神亲手 主啊 拉他一把 神亲自介入亚各的人生 在他面对生命当中 很多的冲击的时候 你也在想 我赚得了这么多东西 可是我也失去了很多 可是到底 我现在应该怎么样取舍呢 你也正在面对怎么样取舍吗 愿主亲自向你说话 愿主介入你的人生 带你走 好像刚才说 不后悔的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